Watchful Video 受到力作用时便会向下移动 受到的力越大 那么向下移动的距离就越多 没有力作用后 活塞感就会自动回弹 然后我们再延长重力感和活塞感 它的回弹距离就会增大 并且这样的结构 因为摩擦力作用 会自动吸收冲击力 在受到强大的冲击时 不会回弹得很厉害 用较轻的听快会直接不回弹 所以就可以直接拿它来当悬挂 然后简单做个平行转向变动 中间活塞控制转向自动回正 然后我们再用风力快 做一个这样的刹车系统 将这些结构部件组合起来 然后再加一点细节 可越野的房车便制作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